下一位是高明暉先生 是,主席 獅子山學會認為 有關交通工具的政策 最重要是由A點到B點 市民有自由選擇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有些人希望便宜些 有些人希望快些 當市場上有服務提供者提供一些運輸方法 而市民又接受的時候 政府為何要阻撓 政府為何要提出一些政策 去傾斜一些交通工具 好像早幾年 有服務提供者想來香港開拓市場 提供共享汽車 買車回來自己用不完 透過平台去分享自己的車出去 車的效能可以用盡 市民又多一個選擇 車主又可以賺少少收入 一個由民間自發的環保交通方法 最後政府為了傾斜業界記得利益 用行政手段打壓共享汽車的生存空間 有沒有令市民方便了?沒有 有沒有推動到環保?沒有 電動車之中有98%是私家車 推廣電動車使用 即是推廣私家車使用 但是香港政府優先鐵路打壓私家車 不斷削減停車位的數量 以為起少些停車位 人們就不會買私家車 最後與現實相反 出現車位短缺 司機一是大排長龍等停車位 在路面打轉 又或者刻意拍到遠一遠 搭一程車回頭 無緣無故浪費一程車 無論是電油車還是電動車 這些才是真正的浪費 每次政府傾斜一些交通工具 打壓另一些交通工具 都會令市民麻煩了 也會帶來更多浪費 獅子山學會認為 這些傾斜政策 不要搞 有得市民自己選 多謝